在山林大道上神木的祝福 让新人更为耀眼 还有邹竹部落充满寓意的结婚习俗体验 让新人留下难忘回忆 交通部观光局开创的神木下婚礼 陪伴多对新人见证幸福 成功行销阿里山观光与在地婚礼小屋店家 其实当下真的蛮难选择 因为我不知道说 现在的婚礼想要陪住这么的节制 那那时候犹豫了不久 最后选择小公主咖啡 因为我本身是小宝人员 那长期就在跟救护的工作 那小公主咖啡它的设计跟名称 就像是我想要带给另外一伴的心意 那希望说在工作以外之余 我都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她就是我的小公主 在这十五年当中 已经有差不多两百五十对的新人 在这个两千三百年 把这个 这个 这种树林的一个 箱顶神木像 在这个广场 接受大家的一个注目 那阿里山工主器管理处 一直都把我们的阿里山 把它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浪漫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工具区 那也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产业 都把它设为一个结合 这个活动 今年的第十五年在十月三十一号到十一月一号 那在我们阿里山的举行 那这个活动内容其实非常精彩 这个 价格的一样的一个心当心动 一万块还可以走一块 那可以来住我们这个嘉义的一个特色的元素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宗族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婚礼的住户 那还可以品尝我们阿里山的各种特色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这个整个个行程 那包含了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1913的一个故事馆 还有我们的早明车站 戏林的一个工艇区 在这种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 来举办这种漫漫的婚礼 我想应该是很多人 很梦被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仪式 沈墓下的婚礼活动 网罗优质品牌 包括摄影团队 婚礼布置及小物店家 并精选找坪车站 鼎湖自然生态园区等 在地自然资源与观光产业 拍婚纱游玩体验 为新人安排充满台湾在地特色的小蜜月 疫情趋緩之际 欢迎民众参考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